很尴尬 我讲过这是鸡肋啊 十之无畏 七之可鸡的一个积分 但是呢 现在贵州横峰已经掉极了 然后呢 后面紧随着有天津泰达 重庆思威 还有长城亚泰等一些积分都在后面 对对对 而且都是升班马 是吧 去年在这块场地最后一轮呢 双方交战的时候呢 应该是任何占了上风 那今天比赛呢 应该说任何的主要连也非常高兴来到大林一方的主场 说我们都是很熟悉的老朋友了 没有首发 代替他的是上一场比赛打进那个世界波的崔明安 代表大林一方的第一百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小纪念仪式 穆谢奎 左脚打门 抢断 实际上再给调谱 调谱调整外围 直接打门 张冲 将球化解 球调卡拉斯科 球卸下来 卸得不错 罗欣 传 倒三角 进了大门 球进了 漂亮 朱挺 朱挺 前两场是助攻王这一次接卡拉斯科的助攻 间接的球回到中路 把这球铲射入网 一比零 大连一方 首开记录 进球的是朱挺 这是本赛 朱挺的第一个进球 朱挺的第一个进球 卡拉斯科 左路快下 后三角 倒三角 传球 后边两点包抄 中间 穆谢奎 球露过来 是有意无意的呢 最后 后点包抄的朱挺把球产生入网 这一位的朱挺 之前打前面的 现在回归一个右路的位置 有点越起越好 对 而且他当年那个寂静四处的倒沟射门啊 让我们现在还记忆犹新 他也很开心 很开心 很开心 他的位置提前之后 他原来右边后卫提到右边前卫之后呢 确实在场上呢 有很多亮眼的表现 今天啊 我个人感觉北京人和的这个后防线的这个换位不好 罗欣和万后梁应该还打中卫 其实最近大连迎来里程碑 哎 这个球其实张冲啊 首抛就是直接给曹永静了 打门 球见了 张冲的失误 这个球参见哪个比赛呢 就是去年卡利乌斯的欧冠决赛 这球张冲啊 其实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 对 直接抛到了曹永静身上 去年 就是上个赛季的欧冠决赛 当时卡利乌斯手抛直接被本泽马断了嘛 对吧 这个球和那个其实差不多 对吧 是你抛给对手 这个照葫芦画瓢 但是这球啊 张冲确实应该把球再好好拿一下啊 这球失误了白场啊 张冲今天呢 不要沮丧 忘了这个球 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是 这球是有点大意识经周啊 是的 这球应该还是自己的一个小问题 对对对 你看啊 上来 然后抛 如果开门球的话 球员要出阀球区的 但是你现在拿起来 抛 这个球被曹永静 然后一个抢断 传中之后 迪奥普 打击 第二点跟进的非常快 迪奥普本赛期的第八个中超联赛进球 迪奥普本赛期的第八个中超联赛进球 右脚开出来藏镜 看低点 迪奥普的头球 又是顶在了门楣上 张冲本这球够的好 左脚开脚球出来 低点不错 哦 杨善平这个球 越位 越位 很急的机会 穆歇奎给过顶漂亮 这球给的不错 卡拉斯科 面对罗欣 卡拉斯科 一对一 内切 右脚大门 张烈拿到 上半场比赛结束 最终上半场单连一方和北京人和是一比一战平 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啊 看看双方做何表现 但人和在上半场的高位逼抢啊 贴身的逼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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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战术运用的还是比较合理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干扰了 大连一方的攻防 盖谈转身 湖顶位置 左脚打门没压住啊 这一战 转身直接打 王刚大步流星 扣回来 机会再领一步 左脚起到后点 马西卡的倒钩 内切 左脚直接低射 要一个进脚 这球直接出底线了 外线 机会直接打门了 哎呦 盖塔那一角射门啊 没有打出威胁 球门球 来到底线 右脚传 后点的头球 再点给刀谱 倒钩 球进了 刀谱 漂亮的倒挂进攻 2比1 这球打得很漂亮 是 今天的话刀谱也是没开二度了 这个球 北京人和呀 打得很耐心 大连一方最后时间段略有一点保守 你看路易斯加西亚呀 还是 这球打得真是不错 倒钩 精彩的倒挂进攻 非常标准啊 对 大连一方的门前 城门洞开啊 有点教科书式的这种倒钩的意思 对 不过大连啊 一方还是有时间的 这加上上内补士我觉得还得有十多分钟的 是 看这个球啊 哎 奥斯托来到底线勾回来 马西卡不贪攻 点回来 然后一个大倒钩 这球还真是没出底线 没出 恰到好处 杨山银 没有贴住 没有贪住 这球马西卡呢 因为他也不太具备这种投球的能力 嗯 两个人看他还能摆过来 然后再来拉倒钩 这个球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第二波 左脚往里掉 后点 卡拉斯科 波伊布哈 右脚打门 哎呦 尽在咫尺啊 要等一下啊 这次的长传 机会打门 哎呦 尽在咫尺啊 赵修宁 对对对 哎 双方又有一些小冲冲 刚才是人和的队员 这个要接外球已经判了 他把球故意踢飞 周婷追了上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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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修宁啊 赵修宁 这个机会这球给的太漂亮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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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温 哦 哎呦